然後一千下之後呢 得感受更明顯了 因為我三百下腸胺會激動 五百下會有癌 可是練到七百下以上 我發現眼淚開始流 就是髮肌 然後到一千下我睜開眼睛的時候 我發現那一天的宮廷好病 那這樣一路梳下來 我跟各位講報告的體驗就是 我沒有在房間 腦部沒有在房間 第二我發現 我來這邊吃東西的時候 那個會自己會流口水出來 這種症狀裡面的消失 然後第三個就是 我的手慢慢的有感覺 那在最後 我要展示我現在梳頭的成果 大家好 師父好 高瑞師兄師姐 我今天在這邊分享我的書頭體驗 首先我要介紹我的日月書 這碗書子呢 是2020年11月 所以梳瑞師兄會從台北 我從台北帶下來到茶 那我第一次接觸她 那梳瑞師兄就像剛才那樣示範書頭的方式 那從那一天開始 我每天都跟她密切配合 這樣每天都怎麼輸呢 我現在要提正 這樣2020年7月10號 我那天因為 突然轉移到腦 有腦核 所以我這邊開刀 那時候呢 開刀之後呢 因為一直覺得說 譬如說 我這邊半邊是麻痺的 右手是不能夠用力的 我拿的書子 不知道很注意我的書子在哪裡 不然我沒有感覺 那在書頭的時候 又讓你的練習專心 所以從內到外 我就盡量的讓自己非常的專心 去注意我的書法 那剛開始輸就是 一百下 過來變兩百下 過來三百下 一直輸到2021年的一月份 覺得說 有一點可以比較 會超過五分鐘嗎 沒關係 大家要再講明 那就這樣持續的書 總算練到每天 一定會在睡覺前 練平甩一個小時 如果一個小時時間不夠 我會盡量的達到30分鐘的平甩 完了之後靜坐 靜坐為什麼要先平甩來靜坐再梳頭 有一種很大的原因就是說 這時候你才是完全的安心安神 那在剛開始指出三百下 那大概半年之後呢 我發現我的頭髮這個 本來突突的地方 它就開始冒一些 也是黃毛出來的 那下面的這邊的就一直長 一直長長長 所以我就到高一的那個美髮那邊 就請他幫我再剪第一次的頭髮 所以後來我就乖多了 早上也練平甩30分鐘之後 也給他梳頭 梳三百下 然後晚上就這樣子 同樣的每天早晚都梳 那結果呢 在去年2021年的10月份 突然間我發現說 我有突然間我的手 就從我的指尖一直麻 因為我是這邊太刀 所以我是這邊是 已經就是神經有點沒有感覺 從這邊麻到我的這裡 這時候我才急著到說 我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是中風的 然後趕快送醫馬 送醫那個急診室 最後急診室 不知道有什麼原因 有照斷層 有照核子構正 當天晚上所有的檢查都照 只剩下沒有神機傳導檢查 後來才發現說 是腦部會放電 陸續訓每個月都不斷的會慢慢發作 那我就自己下一個 我不是有出頭嗎 不是已經很好了嗎 為什麼我還會這樣呢 還會放電的 好那就是我輸了 夠對不對 從我出院以後那天開始 我就輸五百下 當你開始輸五百下的時候 你就會很深刻的感受到 三百下的時候 腸胃會咕咕咕咕咕 就是你在輸的時候 你專心的慢慢的輸的時候 它會咕咕咕咕咕的跳 排氣 排氣包括有時候會打 有時候會放屁 那接下來五百下的時候 我發現我每天本來要渴不出來談 它自動不用我渴 自動跑到我這裡 然後我有一天為了輸五百下的時候 必須準備每天都要準備一個衛生紙 一包小包的衛生紙在這邊 準備我可彈 那變成一直輸頭一直可彈 可是我覺得五百下好像沒有辦法滿足我的需求 因為我還是會有感覺到放電 所以我就馬上跳到一千下 然後一千下之後呢 的感受更明顯了 因為我三百下腸胃會流動 五百下會有打 可是變到七百下以上 我發現眼淚開始就是把筋 然後到一千下我睜開眼睛的時候 我發現那一天的公園跑掉 那一天的公園那個樹葉的葉子 我們家前面就面對公園 那個公園的樹的樹葉 我們看了一清二楚 那從輸一千下的那一天開始 我每天都很認真的 晚上一定要輸一千下 那這樣一路輸下來 我跟各位講報告的體驗就是 我沒有在放電 腦部沒有在放電 第二我發現 我來這邊吃東西的時候 那個會自己流口水出來 這種症狀裡面會消失 然後第三個就是 我的手慢慢的有感覺 那還有一個就是說 每天輸完一千下的當下 我都會感謝師父師兄 讓我有這個機會 讓我覺得我有自律的能力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當然你們也會一邊疏頭 一邊反省就是說 我到底那時候之前為什麼會生病 因為太急 太急了做事都很急 所以呢 就從這些過程中去體悟去反省 自己之前所犯的一些 危害犯的錯誤 那就在書頭當中 培養說自己慢慢來的那種心態和做法 那所以呢 我也我也很想 就是希望鼓勵大家呢 能平常就多用梳子梳頭 好 那在這裡呢 我要謝謝大家 在這邊聽我這邊提政 我梳頭的好處 那在最後 我要展示我現在梳頭的成果 呵呵 這這都是話很講出來的 真的會越梳越黑 而且越長越長 然後越就是從細到粗 就非常的有成就感 也不會掉頭髮 好 所以梳頭真的是對我們是非常好的補助 當然你要先練評選功 然後再來梳頭 好 謝謝大家